以此望心有燕求因缘故及熏习真如 从本熏 我本来具备的善法在熏习我自己 熏习我自己无名纷纷在淡的时候 会让我燕六道轮回的生死 我就想要趋向于什么 趋向于圣人的一个境界 能够早日的离苦得乐 这个叫做望心 那这边的望心 切莫跟无名所起的望心 画上等号哦 它是不一样的 无名带动的望心 是让我们往下沉沦的 这个是由真如自体善法的熏习之后 会让我们再反熏回去 反熏就是心熏啊 又多了一个力量 让我们对人世间的点点滴滴 没有那么多的贪恋了 那为什么还用望心呢 因为它落在生灭心的区块 所有的不觉 达到觉之前 觉就是佛的境界 所以九法界的众生都列在不觉当中 只是不觉的初跟戏而已啊 到等觉只有一品生相 无名未破啊 那我们凡夫 凡夫地的不觉 就是初心 第六意识的主观意识还很强啊 所以你只要落在不觉 它都称为望心啊 虽然这个望心是属于正面的 所以我们听完道理 激发了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善功德涌现于外以后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要不断的回光返照 其实这个望心就是来自于我们回光返照 来自于我们依教奉行之后 有具体的经验了 我们得到修行所带来的法乐了 这个法乐又反勋回去 又强化了阿赖爷里面 真如自体性的 那么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 我们再换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 在读谈经的时候 不是有讲吗 三藏十二部经 自信本自具主 谈三藏十二部经 也无非就是说 佛所讲的所有的毅力 都是在产阳人的自信里面 所具备的善良的本性 你这些都有的 本来有的东西 为什么你还要透过研读呢 别人不教我不会呢 那是因为我们无名覆盖嘛 所以真如心无名 他就是我们透过三部离 把那三藏十二部经内涵给他开发出来 然后这个忘心在反心回去 这个忘心是指当我们那些善法出来以后 我依教奉行 依着善法 我老实修行 我无名慢慢的在淡了 然后那个心安理智德的伐喜慢慢在永生了 然后具体所得到的快乐 他又会反心 反心就是又再一次的储藏到我们的阿赖爷里面 他就淡化了我们 第六意识的什么分别 第七的执着 就冲淡了阿赖爷事里面 无名的那个影响力 所以我只有听 我没有做 或者我做完了 我事后没有任何的检讨 他就没有办法产生反心的力道 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 你的经验与我们是有莫大的一个注意的 经验会让我们的智慧 做什么 做高度的一个提升 所以知与行一定是相辅相成 我们也可以讲前面叫做知 忘心的眼球因缘 他也是什么 行所带来的一个反心的一个作用 所以沿了这么多的一个经书 我们要如何强化自己修道的心 念念只有前进 只有对于道的一个坚固不移 而不要有任何的退堕 最好最快的方法 透过文字的一个记载 一个了解 你要往内心里面去靠近 如果只是读诵 有什么意思吗 所以后学一再的跟各位前行讲 背经没有不好 念经没有不好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 我们的根气没有那么好 我们很难去熟读千变意志之啊 后学的朋友 每一天念一遍金刚经 国内国外他都没有改变过 然后念五遍的心经 还有大悲众 还有六字大名咒 一年365天没有变动过 他念了几年了 他念了最少九年 从后学引导他到现在 足足有超过九年的时间 他不知道金刚经讲什么 他不知道心经为何一 大悲众到底在说什么不知道 那已经不是熟读千变了 那已经万变了 如果你只是为了念而念 为了背而背 你却不深入经脏的意思 我倒认为 你不如花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经文的意思 愿你背再多的经 你不懂经文的意思 每一部经是独立 可是你如果了解经的含义 经经是相通的 你在信手拈来 需要我们用它做工具的时候 它才能够发挥作用 所以王后言行录里面 不是有讲吗 念经不如解经骂 解经不如行经 实际上念经解经行经都很重要 而古德给我们讲的 熟读千变易自知 那是教一些老菩萨 他自不认识 了解道理很难 鼓励他即便你这样的人 只要你熟读经书 你也是受益的 结果我们就把它拿来 有没有放在生活里面 不去深入经脏的意涵 而只是不停的背诵 后学不是没有背过经 后学背很多经 但都不是用背的 是天天看天天看 看熟了 看熟了以后 也了解它的真正的含义 所以后学读经速度很慢 光这一句话 您知道我昨天 前天这个礼拜 在家里面沉思了多久 就这一段经文 就这两句话 我沉思了将近三四个小时 把它跟各部经融会 然后放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自己有没有受益 才转化成今天 跟各位情心得的分享 你不断的在反除一些 所谓的圣人的经教的时候 你进化的是自己 道理是法语 法语不但滋润灌溉 法语还有洗涤的一个作用 语就是水嘛 所以我们长期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在所谓研读经典 自我回光返照 对后入座的时候 各位情心会觉得 情境所带来的刺激 越来越淡 我们再回过头来 检点自己过去深口意 所造作的不良的行为的时候 那个检点的能力就越来越强 然后看外面的一个镜的时候 得饶人处且饶人 它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原因是根本也无需饶 镜它就不存在 刚刚说过了 所有的镜是一面镜子 最后照的是我自己 既然是自己外面还有什么好去 平头润足的 外面只有我们去伸出手 你能够帮多少 投入多少的力量 去帮助它变好而已 所以人这一生 各位情心 我们从来没有去拥有什么 过去红阳旗的修行 我们讲抛家舍业 才能够走修行的路 实际上严格来说 各位情心 从来没有抛家舍业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 你活七十八十 百岁光阴一口气不来 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 既然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你 请问你 你要放下什么 你有什么好放弃的 你没有啊 从来不是你的东西啊 各位前嫌 理解了吗 不是你的东西 你有什么好放不下的 你有什么好舍的 你一路走过来 我们放下了我们舍的 各位前嫌 是我们的错觉 我们错以为这些东西 为我们所有 我们错以为这些东西 可以由我们全权去支配 你要放的是这个妄念 这个妄念你把它修正过来 你外面无一样东西 是你需要经历过那么多的煎熬 我才能够把它看破放下 你要看破 看破就是我道理彻底明白了 要放就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你放的就是那一念错误的幻想而已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放的那么慢 因为你还没有悟透这个道理 你还想求一个千秋万事的美名 你还想去赚一份 可以让后代子孙 免于辛苦的那些的家业 就在这样的一个无名的作用之下 恩怨情仇纠葛在内心 你修到怎么会快乐 那种轻松自在就没有了 后学昨天告诉自己 我现在要淡化手机对我的干扰 我以后一天可能就两次阅读LINE的简讯了 为什么 太多讯息进来 当然除非有人家问问题了 这个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发觉多半的都是落在一些寒暄问候的东西 传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一些的一些的讯息 我们已经变成惯性了 我发觉我自己变成惯性了 我隔个十分二十分我就要打开手机了 因为我的手机好像有问题 来什么都不会有声音了 除了电话有声音 有些东西已经慢慢的不再去追求了 可是这个日常的一个科技的工具 好像也对我产生一定的负担 那我就想 就给他定一个时间 怎么再来去阅读就好 那为什么还是要阅读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的事情的传播 是依赖这个东西的 我们不能够为了满足自己的亲近 就让别人有一些不方便 但是要善用 后学强调的是善用 好在了后学发觉 在不断的宣导里面 大家都懂得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所以人这一生啊 空手而来 富贵于人 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爸爸 他们都是土葬的 他死前给他穿了那些的衣服 然后给他手上握了一些的铜板 然后经过了数十年开关以后 啥也见不着 那后学的妈妈是火葬的 那更是一瞬间就在我们眼前灰飞烟灭 送进去好像四十分钟 我们可以看的时候 有没有 出来的就是一堆骨灰了 分不出他的头在哪里 还要人家讲这是头壳 你也看不到前面跟后面 因为全烧光了 偶尔你还真的应该去看一看这个画面 你才知道真的是两手空空 万般带不去唯有夜随身 如果彻底的觉悟遇海中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贪求 地球上的有情众生 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当然这个觉悟一定属于万物之灵的人类 他有自由意志 大家都有这样觉悟 你也不必到极乐世界到都帅净土了 人间就是净土嘛 佛国净土代表的是清净 那人间为什么叫五周恶事 他不清净 很多的恶念带动一些恶劣的行为 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纷纷扰扰 佛陀在经书里面说 就好像在一个瓶子里面 千万的那个苍蝇在里面集结 那个吵杂的声音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老话一句 管不住别人 我们先管我们自己 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这才是当务之急啊